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尴尬 第一次在商场里面直播 今天又是一起接走了一个新的场景了啊 今天好像看起来有点不一样耶 跟上次见 就是更温柔了 更浪漫了 是不是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商场里面 特别搭设的一个花园里面 对对对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就是这种 搭上升着电梯的这种感觉像 是不是感觉很奇幻 对 因为可能直播间朋友看不到现在的场景真的很梦幻 就是电梯走然后上面都是人 每个人拿着相机 就感觉对 然后但是今天这个布置的场景就感觉是清风元宇宙花园嘛 就是置身在花的世界里感觉还挺好的 确实实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确实非常漂亮啊 那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个境况吧 最近在忙些什么 我就听说这个最近电影作品还有电视剧作品好像都会有心的要跟大家见面了 去年拍了一个电视剧跟电影 但什么时候见面我不知道 可能还需要稍稍地期待一下 对对对 好 那这个拍完的那个角色跟我们可以聊一聊吗 之前拍了一个电视剧叫做《陈香如穴》 在里面扮演的是一个《莲花精》 然后还有一部电影叫做《猎毒》 在里面有扮演一个就是警察 对 《缉毒警察》 好像以前没有扮演过警察的角色吧 没有没有 第一次 就是一新的尝试了 而且这个《莲花精》 我昨天有看你直播有说过 对 是《上古遗族》 对不对 那你果然看了 我是真看了 我还知道你助理的名字 你昨天说的 好的好的 来来来来 那其实相信这样的一些 可能自己新的角色也是有一些新的尝试 新的呈现嘛 那我觉得真的大家一定要好好地期待一下 而且今天很特殊嘛 3月8号女神节 我今天早上还在微博上看到 你在这个一些平台上 给女性朋友发送的一些祝福 对 有看到的 其实我觉得女孩子嘛 每一天都是可以活得非常漂亮 活得非常精彩的 嗯 而且就是像你的很多角色里面 其实都能够看得出来 展现出来了很多女性的一些力量 嗯 哈哈哈 你是不是现在还在 看我们现场的整个人群 还没法过来 对 哈哈哈 因为过年以后 就没有太在这种人多的地方工作 今天算是第一次 所以 感觉很特别 第一次这样的直播 对啊 今天确实很开心啊 真的 我觉得观众朋友们 就是这个线上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 应该也能够感受到你的开心了啊 我们现场确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啊 都是大家一起在我们现场一起来看直播啊 那 其实最近呢 清风是上线了一系列 就小子拍的一个这个广告大片啊 就这个有看 它是置身在花海当中 很浪漫啊 对 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拍摄的这种过程和感受吧 嗯 最新一季的清风花翠系列广告的拍摄地 就是在花园里进行的 嗯 然后今天又来到这个清风元宇宙花园 我就觉得很浪漫 主要是会觉得少女心被激发了的感觉 嗯 确实能感受到啊 我觉得我一个少男心感觉都被激发了 哈哈 因为我们今天直播的现场 就在上海市白玉兰广场的清风元宇宙花园 那大家如果也想要近距离地感受 小子的同款浪漫花园的话呢 体验我们不一样的浪漫唯美呢 大家呃 后期呢 也可以来我们的上海白玉兰广场的清风元宇宙花园 来进行打卡啊 那其实刚刚在小子来之前呢 我已经是在直播间 跟大家就是有好好的来介绍了我们清风的各款 非常棒的一些产品啊 那不知道今天小子来到直播间 那首先第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 首推的是哪一款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清风花园系列 也是我们清风全新浪漫上市的一款产品 嗯 这个花园系列确实很棒啊 其实就是这个 外观就很漂亮 对不对 它的外观非常漂亮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清风花园系列呢 就是像我们的很多非常非常精致的女孩子们 所有的女孩子们来精心定制的啊 那其实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款 你看颜值也很高 而且实力也非常棒 颜值和实力并存的 这样一个好产品 也是为所有的女性朋友们的生活 带来一些浪漫 那在平凡的每一天呢 都是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自在的 嗯 那在这里呢 也要提醒大家哈 如果大家也想要get一下我们小子同款就是非常喜欢的 而且今天是什么 首推 第一个就要第一个就要向大家推荐的什么的清风花园 花杆纸呢 就可以打开我们屏幕下方的红色的购物车啊 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 购买之前再次提醒大家 我们今天购买是有优惠的 你可以跟大家说说吗 我们的优惠 99减40元的一个大额优惠券啊 大家是要先领券再来进行购买 这个是很划算的啊 那所以大家先领券再来下单购买是非常划算的啊 买清风上补补新鲜好货 30分钟送达补补一下又好又快啊 这个下单之前 记得先领券再来进行购买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和小子来进行一个互动啊 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小子一个浪漫生活是到底是怎样的啊 为你准备了10个简单的小问题啊 快问快答 这个快问快答呢就是不需要过多的一些思考 你看到这个问题想到的什么就马上说好不好 来首先第一个问题 最想要收到的浪漫礼物是什么 清风花翠系列 哦全部送给你了拿走吧 好的 来来来第二个题第二题觉得最浪漫的食物是什么 最浪漫的食物啊 嗯 嗯 嗯 我觉得每个食物都挺浪漫的 然后米饭呀 馒头啊 都挺浪漫的 你好像很爱吃主食 哈哈哈 好好好 好好好 那第二个题目啊 大家工作之余好好吃饭啊 来来来来这个最能代表浪漫的花是什么 豆花 豆花 就是想到了豆花 就是想到了豆花 可以吃吧 哈哈哈 来来来来来 看看下一题 女神节最想做什么浪漫的事情 上清风直播间扫货 哎我发现了 如果只是因为你现在没手机 如果你现在有手机的话 应该就会来扫货了 啊 要不把我手机拿去吧 哈哈哈 来来来看看下一题啊 别人对你做什么事你觉得最浪漫 送我清风花脆纸巾 哎呀我可以送你一袋吗 可以 哈哈哈 我刚刚已经把整桌的都送给你了 好吧 来来来来来下一题啊看看 你会对别人做什么浪漫的事情呢 送别人清风花脆纸巾 你懂我的意思吗 哈哈哈 是什么什么 没懂真没懂 没懂就是给我送一个呗 哦好 都在你面前你自己拿 哈哈哈 那待会我们刮风好了啊 来来来来看看 下一题 有什么浪漫的事情是你一直想做 但是一直没有做的呢 嗯 就是把整个清风花园搬到我家 哎 确实啊那看得出来 对今天我们整个清风的圆宇宙花园很喜欢 嗯 确实非常漂亮 而且今天整个的这套造型也很搭 谢谢 对非常漂亮 来来来来 下一题啊 心目中最浪漫的节日是哪一个 都挺浪漫的吧 然后今天也很浪漫 今天是女生节嘛 嗯 嗯 其实每一天嘛 都要自己给她过得很浪漫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热爱嘛 嗯 来看看下一题 用三个浪漫的词来形容一下自己 梦幻阳光乐观 嗯 梦幻阳光乐观 好我认证通过 来看下一题 对粉丝说三句浪漫的情话 谢谢你们的爱 我也爱你们 一起加油吧 哈哈哈哈 好啊 谢谢大家的爱 谢谢大家对小子的爱 小子非常爱大家啊 和小子一块加油 好十个问题结束了 嗯 好那 相信大家啊 也是通过和我们刚刚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快问快答 可以感受到小子的一些浪漫的 关于浪漫的一些态度啊 关于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些态度啊 那大家现在呢也可以多多的为我们点赞 我们现在点赞有多少 我看看 十四万 大家加油啊 加油啊 那点赞呢 点赞不停嘛 那我们稍后会为大家来迎来这个新一轮的抽奖 那我们这次的抽奖呢 还是采取这个组队抽的一个方式啊 采取组队抽的一个方式 那 采用三人组 三人组队进行抽奖 中奖队伍的团队当中呢 三个人 每个人都会获得我们的奖品 每个人都会获得我们的奖品 那大家稍后呢 就可以点击 我看现在就可以点击 我们屏幕左上方的一个抽奖按钮了啊 然后在微信里面邀请两位好友加入组队 那组队成功之后就可以参与到抽奖环节当中来 我们这一轮呢 将会为大家抽出的是三个队伍啊 三个队伍 也就是会送出九份奖品啊 九份奖品 奖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我们的清风花翠系列抽纸 一箱加上杨子的海报一张乘以九啊 就是九份 就是九箱纸还有九张海报都会送给大家的啊 那大家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当中来了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中奖的用户呢 一定要是我们普普的用户啊 提醒大家可以先在APP里面注册成为普普的用户 或者在小程序里面搜索普普 注册成为普普的用户 就可以来参与了啊 那中奖的朋友呢 稍后呢 会有一个弹窗啊 谈出来啊 谈 填写我们的这个这个个人信息 就可以静候奖品到你的手上了啊 那么呢 抽奖呢 还有八分多钟 将近九分钟的一个时间啊 呃 还在进行当中 大家也可以一直来参与起来 一直来参与起来 好那刚刚呢 是我们 呃 浅浅的了解了一下 你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一些浪漫啊 一些方式 一些生活方式啊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 一位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呢 准备了一份浪漫的小礼物 那这份浪漫的小礼物呢 其实是需要你来协助 一块来完成的啊 就是来制作我们 清风花翠数字藏品 珍稀花礼盒 那也是想要在今天这样一个 非常特别的节日啊 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浪漫 就是送给粉丝朋友们 嗯 那其实 道具呢 就在您的前面 还有我手上啊 我手上 那这些花啊 其实 已经很漂亮了 对不对 对 对 已经是非常漂亮了啊 对 大家都知道啊 不让 应该你也知道的 我们因为 清风园宇宙花园 其实在二月份的时候 就是全新上线了五款珍稀花 就在我的手上了 那这五款珍稀花里面呢 有这个 焦雁华兹 它可能只会绽放七天的睡火莲 还有深夜亮相的暗穴妖姬 巧克力宇宙 还有很高贵很优雅 都说它只会在悬崖边缘盛开的 简秋罗 以及很漂亮的 就像这个 非常曼妙的独舞少女的 芭蕾舞女 等等的五款花 嗯 这些名字都是第一次听 这些名字我也是第一次说 来来来来来 那接下来就是 整个花 不管是从名字 还是从它这个样子 都非常地梦幻 非常地梦幻 和我们今天整个场地也是 不谋而合了 很梦幻 对 那接下来要请小子 在我们这五款珍稀花当中 为粉丝朋友们来挑选一款 作为我们今天制作的一个主花 好不好 紫色的吧 可以 睡火莲 可以 是吗 对 那它是叫睡火莲 对 它叫睡火莲 那我想选紫色的可以吗 好 我帮你拿起来 谢谢 紫色的 这个和你的名字也搭的 对 我其实本人就很喜欢紫色 而且我觉得它很有活力很有生命力 看上去其实跟我性格比较像 对 比较的 就是 紫气东来高贵 神秘 哎呀这个说的太好了 紫气东来高贵 而且 让大家看到呢 就是感觉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没有 我这边认证通过 紫气东来高贵 回头下次见面我会 不停地提这两个词的 哈哈 就反正我是感觉啊 就像这朵花一样 还有你 其实会让大家感觉到 还包括你塑造的一些角色啊 会让大家感觉到 就是有很强的一些女性的力量 而且让大家看到的是 开心的 有活力的 很积极向上 阳光的 乐观的 就是一种活力满满的状态啊 其实都是能够感受到的啊 好那现在 就是非常简单 把我们的主花插到我们的这个底座上啊 那就完成了这样一个非常独一无二的睡火莲 很漂亮 对非常的漂亮啊 因为我们前面 你看前面还刻有我们清风元宇宙花园 呃 那可不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花 就是面向前方稍稍给它掉一个头 哎 这朵花就正面对 朝向这边 会更加的漂亮 就是像有一种向阳而开的感觉 对 这样会更加的漂亮啊 要不要拿着它一块 就是合并你拍个照呗 好啊 对啊 多漂亮啊 花也漂亮 人也漂亮 那你现在在拍照的时候呢 我想跟你讲一讲啊 这个花你可以摸一摸它的这个花瓣 你感觉它是什么 首先它是纸 啊 这是 纸做的吗 对 它是纸 是我们的 我们的纸做 就是我们清风花翠 这个纸巾手工纸做 啊 这里面的芯也是对吗 对对它是纸巾来做的 所以其实我们清风花翠纸巾呢 它是具有 又说到了 花之美 花之丽 花之锡 三大特点 所以其实通过这样的一朵花 一种这个手做的一个花 可以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些特点啊 而且你可以就是 淡淡的闻一闻 它是有香气的 对不对 它是 是真选了沙龙级香氛精油气息 而且呢 这是我们制作 纸制 清风花翠 数字藏品 珍稀花里 和的一个优质的纸材 当然 它可以作为一个艺术品 放在家里了 那除此之外呢 它还可以 放在家里 我们来使用 使用起来也是感觉会非常浪漫的 而且它的花感 就是这个花感纸啊 它的触感是很柔韧的啊 因为它是采用了百分之百的天然原生木匠制作 我觉得你作为清风的代言人 应该是非常熟悉了 对不对 是百分之百的一个天然原生木匠制作 很低碳很环保 那 其实使用起来 就像是花瓣在触碰到我们的肌肤一样 很细腻很柔滑的啊 那此外呢 我们每一张呢 都是四层的一个纸张 都是很厚实的 而且手感是很厚实柔软的 那所以它就是颜值和实力并存的啊 可以我们先把画放在这边啊 好好 对 好 这个玻璃罩可以先保护好它 美丽的东西都是需要我们来好好呵护它的 好嘞 好 那这个确实非常的漂亮啊 那应该是第一次感受到用纸巾来制作花朵吧 对 第一次 但我能感受出来这纸巾的质量 其实是真的很好 嗯 我觉得也只有像清风花脆细莲花杆纸 这样紧致厚实 才能做出这样的效果 我因为我之前拿这个纸还叠过 跌过小船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 所以就感觉还真的质量非常的好 嗯 确实啊 那我们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啊 就 要提醒一下大家啊 我们小子呢 刚刚亲手制作的这样的一个清风花脆数字藏品珍稀花礼盒 我们马上将会通过抽奖的方式来送出啊 等我们这轮抽奖这个这个结果公布之后呢 我们将会通过抽奖的方式来为大家送出的啊 那大家现在还有这个将近两分多钟的时间来参与我们这一轮的一个抽奖啊 好 那这是我们这一轮为大家一块来感受到了这个用纸巾来制作花啊 用纸巾来制作花朵 那现在大家呢还可以左上角关注一下啊 关注一下我们的瀑布直播间啊 未来还会有很多的这个福利和直播预告的啊 那当然除此之外呢 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啊 我们还有这个非常棒的礼品 稍后也会一块的送出啊 我们呃 现在这轮抽奖还没完 但是我觉得福利其实还是要给到大家的啊 因为今天这个奖品啊礼品啊都非常多啊 我们就是直跟大家说吧 我们这一轮就是马上要迎来下一轮的抽奖 我们的奖品呢 不仅仅由小子刚刚参与制作的金风花脆数字藏品珍惜花礼盒 还有 尤加利香薰蜡烛 以及小子的亲笔签名海报啊 啊 亲笔签名海报 待会儿将会通过抽奖的方式送给大家 那这是一个海报啊 稍后呢将会来进行签名 那么海报先放到这里啊 要着重的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香薰蜡烛啊 嗯 之前有体验过我们的这一款尤加利的香薰蜡烛吗 没有没有 我这第一次看到这个 第一次看到 对 今天和你衣服好搭啊 我感觉很漂亮的 对非常漂亮 是啊 对我们今天这个香薰蜡烛啊 它其实它的名字叫尤加利香薰蜡烛 它其实就是尤加利树当中提取的精油 加上了柠檬精油制成的 大家知道这个尤加利树 其实它就是造纸要用到的鞍树 尤加利就是这个鞍树的一个音译名 所以它叫尤加利啊 所以其实鞍树嘛全身都是宝 大家都知道的啊 嗯 对这样听起来很有意义 感觉真是特别的香薰蜡烛 对而且我们这一款香薰蜡烛 这款文创香薰蜡烛呢 是由清风所在的金光纸叶提供的啊 那所以我们直播间观看 直播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啊 我们上一轮的抽奖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那稍后呢我们将会来进行这一轮的抽奖啊 那同时大家呢也可以啊 也可以这个刚刚有如果有get到我们小子非常爱用的各款好物的话呢 也可以直接来进行下单购买啊 还有30秒的时间啊 就会为大家公布上一轮抽奖的一个抽奖结果 那马不停蹄的要进行的是 这一轮我们的奖品都已经拿在手上了啊 有小子刚刚和大家一块来做的我们的这样一个插花 还有小子的一个亲笔前面的海报 还有我们的这一个尤加利香薰蜡烛啊 将会通过抽奖的方式为大家送出为大家送出 那其实大家现在就可以准备把我们这一轮的这个抽奖的方式 要听清楚了啊 我跟大家先说一说啊 我们这轮的抽奖方式是一个评论抽奖 评论抽奖大家把花感纸生活式打在公屏上啊 打在公屏上 花感纸生活式打在公屏上啊 我们稍后将会通过这个评论的抽奖啊 来抽出来抽出这个中奖的朋友啊 两分钟之后就会来抽出 那我们刚刚这个呃 刚刚的这个中奖名单也已经是出来了啊 刚刚的中奖名单也已经是出来了啊 那稍后呢大家就是如果您中奖的话呢 会自动弹出这个呃 中奖的一些页面啊 您填写好您的这个个人的一些收件信息 我们就会在核对完成所有星期之后 把奖品送到您的手上啊 啊那现在大家就是需要在我们的弹幕区 来评论花感纸生活式 我们的评论当中来进行抽取 我们这一轮要为大家抽取的是 两名幸运观众啊 为大家送上的这个礼品 有刚刚小子DIY的同款的 清风花脆数字藏品珍稀花礼盒一个 加上我们的油加利香薰蜡烛一个 以及我们的小子的一个亲笔签名 海报一张会抽出两位观众啊 抽出两位观众 那我们的中奖的朋友一定要一定要记得啊 中奖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啊 中奖的朋友一定要记得 必须需要我们普普的用户啊 才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当中来 我们直播间呢 大家也可以领券下单购买清风产品 全系满99,40元 买清风上浦股新香好货 30分钟送达 那 呃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聊回到 我们爱用的一些呃 纸巾上面来哈 其实提到花感纸啊 你会觉得我们的这个什么人 会选择我们的花脆系列我们的这样一个花感纸呢 嗯 我觉得选择花感纸 应该所有人都都会选择 但是可能会更加浪漫 懂得享受生活和注重细节的一些年轻人吧 嗯对 其实我感觉哎 你可以拿出来这个 一张或者 一张或者 一出来感受一下 它是非常舒适 厚实 吸引 对吧 非常非常舒适的 而且我们这一次啊 就推出了这个清风花脆系列啊 真的是专门 我们为高端年轻有品质追求的年轻消费者打造的 那花脆系列呢 是集花之美花之力花之西雨一身 从视觉上触觉上以及嗅觉上啊 为消费者打造的 独一无二的浪漫生活体验啊 那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 哎 这一轮的中奖名单已经出来了 可以为大家 来公布一下吗 你看一看 第一个是天什么什么醒 第二个是王什么的朋友 对对对 恭喜我们这两位朋友啊 天什么什么醒 还有一个王 新号啊 这两位朋友 恭喜恭喜恭喜啊 这是我们这轮中奖了啊 那中奖的话呢 我们这个 呃 直播的页面呢 您的您如果中奖的话 直播页面会弹出 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填写 您把这个收件信息填写好之后呢 我们会核对完成信息 会把奖品尽快的送到您的手上啊 那像我们的这一款纸巾啊 其实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那首先它的这个外包装 就很漂亮对不对 对嗯 外包装非常非常漂亮 对外包装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您刚刚就是拿在手上的感觉 就就说实话啊 我之前拿在手上的感觉 就像是花瓣啊 在这个肌肤上面 来触碰的一种感觉 是很舒适的啊 那当然大家如果想要 get到小子同款的清风花翠花感纸的话呢 就现在可以打开我们下方的购物车啊 同时我们后台也可以谈一谈我们这一款商品啊 那当然作为女神节的一个福利 所以我们还要提醒大家 在直播间先领圈再下单 全系满99-40 这样的一个大额优惠圈 先领圈再下单 会更加的优惠 当然我们今天直播间除了有我们的清风花翠系列之外 还为大家带来了清风不同系列的产品 都是我们的王牌王炸产品了 我觉得你也很熟悉了对不对 有像我们的直翠系列 黑金系列 嗯 还有金装系列 对对对对 哇就太经典太熟悉了对不对 而且小子作为我们清风品牌代言人 很了解很熟悉 嗯 对 就是听说啊你好像对我们不同的这个纸巾啊 还给他赋予了一些不同的一些角色形象啊 就比如说像那个黑金系列 黑金 我就觉得它是很酷 然后是纸巾中的贵族 然后低调华丽然后又很精致 应该是玉女范儿的独立女性 我觉得是对品质有要求 对自己也有要求的 嗯对那这款纸巾呢 我觉得可能就非常非常适合玉姐来使用的啊 确实非常棒啊 那这是我们的这一个啊 这个黑金系列啊 黑金系列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来进行购买了啊 那我们再看看 金庄的吗 嗯金庄 金庄就是完美女神吧 嗯 外表很强劲 然后内心又很柔软 嗯对 可以兼顾事业跟家庭的一个完美完美女神 嗯 像那种女侠客也不错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 就刚入并济 实力爆款给人满满的安全感 对对对对 而且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了 非常非常经典 那我们的直萃系列呢 直萃它就很少女嘛 它很柔软 所以我觉得就触感也很柔软很细腻 你在我心中就是一个说话声音 细细柔柔的很清新的一个很纯真的一个美少女 这种感觉 嗯嗯 对那就是我们的这样的几个啊 确实非常棒啊 而且就使用的感受也是很舒适的 使用的感受也是很舒适的 那今天呢趁着特殊的节日啊 三月八号女生节啊 也想要来和小子再来做一个互动啊 因为刚刚是提到了啊 不同的产品或者不同的系列在你心中 有不同的一些角色形象 其实是很生动的 就真的是会 让它感觉红领红线的 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一样 那接下来能不能用我们不同的产品 演绎出你刚刚所形容到的 不同风格的一些女神形象 好不好 嗯 这个很像过年 然后家里的人 要当着全部的亲戚 让大家做表演 对啊 而且今天这个场合 真的确实都是 这种感觉啊 就像是过年一样 亲戚好友都在围观了 其实有一点尴尬了 嗯 没事儿 我相信你是可以的啊 就是可以眼中无人 心中有人 都会略显作作好友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些对你来说不在话下 完全是hold得住的啊 来来来 首先我们第一个角色 浪漫仙女 我是自己做没问题 但我怕大家看完 试感不太好 啊 没有 需要我配合的我全力配合 没关系浪漫仙女就 啊我要说 还要说词对不对 可以啊 花感指生活事对吗 浪漫仙女 花感指生活事 哎呀 哈哈哈哈 我觉得你还是 可能当着这么多 就是现场观众的面 还是有一点点觉得 就像是过年表演的时候 有点害羞 是吗 呃 也 可以了 也可以了 来来来已经很好了 那接下来拿出你的霸气 霸总玉姐 霸总玉姐 对 超强厚刃 奢柔亲夫 对 这个应该要配合上我们的黑金系列吧 天呐 对 要从头来一遍是吗 嗯 来来来来 咱们试试啊 超强厚刃 奢柔亲夫 嗯 然后清新美少女就是 清新美少女 这是清新美少女 直萃清新自然安心 那最后一款就是我们的完美女神 这个就是经典品质 好 非常非常棒 顶着在现场这么多人的目光下 还是完成了我们这一轮的挑战 那大家现在看完之后 现在我要提醒大家 还没有关注订阅我们普普直播间的 可以左上角先关注订阅起来 锁定我们每场的直播优惠信息 那同时也可以点击我们下方的分享按钮 把直播间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那今天是我们的三八女神节 而且今天的主角可能是女儿 可能是妻子也可能是母亲 那更是一个就是每一个热爱生活 享受浪漫的自己 那我们清风今天也为所有的女性朋友 所有的女神们准备了一个大礼包 就叫做锦里女神 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处处都能遇见锦里嘛 那这样的一个锦里女神大礼包呢 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像小子一样 就是每天开开心心的 向周围人都传递正能量 活出自己喜欢那个样子 那老规矩 我们这轮还是通过评论抽奖 来抽取一位幸运粉丝 获得的奖品呢 也非常棒 是我们的清风花雪系列抽纸 一共是一整箱 一整箱 嗯 好 我觉得今天是女神节嘛 然后又有这么多人来捧场 嗯 奖品给力一点 也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清风 给力 怎么给力更回事 我觉得要不然就送花翠系列的大奖怎么样 大奖呀 这个 这个我做不了主 我觉得还是得问问品牌方的姐姐 品牌方的姐姐 觉得可以吗 OK 好 那没意见 那没意见 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点赞是34万啊 再给大家就一个一个小目标吧 到36万好吧 到36万为大家来抽取我们的这个锦里女神大奖啊 到36万就为大家抽取我们的锦里女神大奖啊 到36万就为大家抽取我们的锦里女神大奖 大家点赞赶紧点起来啊 那同时弹幕可以刷起来了啊 我们的评论可以刷起来了 清风女神节大麦 清风女神节大麦 我们的评论可以刷起来了 评论可以刷起来了 就在我手上啊 这是我们的这一轮的抽奖口令 清风女神节大麦 而且点子要点起来 点到36万 就为大家来抽取我们这一轮的奖品 清风女神节大麦 我们将会通过后台来抽出一位幸运观众 获得我们清风花翠系列的大奖 注意这个是大奖 我刚刚说到的是为大家送上一箱对不对 那这一次这个大奖到底有多大 我觉得我觉得我用的话一年是够了 就是基本上承包了至少对于我来说 承包了我一年的一个纸巾的一个使用量 那么清风女神节大奖就包括有我们花翠整箱啊 但是这个整箱是要乘以4的 也就是送上去的是4箱 一箱里面是有6848包 哇可以大家可以算一算啊 我数学比较差 大家可以算一算 一共是有多少 反正一年是够用了啊 一年是够用了啊 那当然除了有我们的这个 呃 四箱花翠 清风花翠纸巾之外呢 这个抽纸之外呢 还有小子的海报一份 我们将会抽取一位啊 我们将会抽取一位啊 我们将会抽取一位 好那现在啊 点赞已经超过了 我们可以来准备抽奖了 对抽奖已经开始了啊 抽奖已经是开始了啊 抽奖已经是开始了啊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就会为大家来进行开奖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啊 我们这个中奖呢 是必须要成为我们普普的用户 才可以呃 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当中来 所以大家 现在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啊 可以来下载我们普普的APP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普普的小程序 来注册成为普普的用户 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后续的抽奖当中来啊 就可以后续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当中来 我们这一轮为大家抽取的是一位幸运观众 一共是四箱纸巾啊 四箱纸巾啊 还有呃小子的一个海报啊 都会来送给大家 都会来送给大家 好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 那今天呢其实小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 就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嘛 跟大家再来好好的聊聊天嘛啊 就今天小子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见面 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不管是现场的朋友 还是观看直播的朋友 我想大家都应该能够感受到了 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节日 也感受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 就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要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来生活啊 那而且今天正好对于所有的女孩子来说 就是比较特殊是女生节啊 那在这里呢 请小子跟大家来送上一下这个祝福好不好 祝大家三八女神节快乐 然后希望所有的女生都可以像清风花翠一样 享受浪漫生活的每一刻 感受浪漫的生活式 然后都有自己 属于自己的浪漫与幸福 嗯好也非常感谢小子啊 这样送上的祝福 也期待未来就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嘛 也期待你的新作品跟大家见面啊 其实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一些官方的一些平台啊 未来小子的作品可能每一天就官宣上了 对不对 嗯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期待一下 而且我觉得就今天早上我看到小子的一个祝福视频说得非常好 就希望大家可以自由开心的生活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自己发自内心想要去做的事情 而且不被身边的一些负能量 不被身边的一些负面的声音所影响 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啊 这个可能也是小子在一直以来为大家所呈现的 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正能量 那在这里要再次感谢小子的到来 我们今天和小子的这一段的直播就暂时先要告一段落了 我们直播稍后呢还会继续啊 那就今天就结束了辛苦了 拜拜 直播间的朋友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